为何有人会不屑一顾,却仍然选择与你亲近?探索着背后的原因,并找到改善之道。 在人际关系中,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复杂的情况,有人明明看不起你,却仍然选择与你亲近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和动机? 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人看不起你,还和你来往,背后原因很简单,常言道画皮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,自古以来人心最难看穿。 有人表面与你和和气气,主动嘘寒问暖,看似与你真心相伴,但背后却总出言诋毁,偷偷是半字,有人表面各种恭维你,主动递出橄榄枝,看似是欣赏才有的结伴而行,但他们背后可能有其他目的。 到了最后,你以为你们情笔金奸,后来才发现只有自己投入过。 真心做人不怕朋友少,只怕错把虚情假意当真心,以至于让自己的真诚变成了别人伤害自己的利润。 尤其是那些明明看不起你,言语中隐藏不住的不屑,却还和你来往的人,背后往往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。 这些目的无非这几种。 一、产生对比,凸显自身优越。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画家,名叫亚历克斯,他在一座宁静的村庄里,开了一家画廊。 然而,起初他的画作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,生意平平。 亚历克斯并不气馁,他决定采取一种非常聪明的策略来改善局面。 他在村庄的另一侧租下了一间小屋,然后开始在那里创作一些新的画作。 但这些新画作故意采用了一种颇具争议的风格,色彩鲜艳,线条怪异,与他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。 他还在小屋的外墙上贴了大幅广告,宣传这些新画作,并宣称它们是亚历克斯画廊的最新立作。 很快,消息传开,村民们纷纷前去欣赏这些奇特的画作。 虽然一些人对这种风格表示质疑,但也有许多人觉得它们别具一格,值得一看。 亚历克斯的画廊开始吸引更多的顾客,他的原有画作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 通过制造与自己之前作品的对比,亚历克斯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,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他的艺术。 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原理,将自己的新作品置于不同的背景中,以凸显自己的艺术多样性和创造力。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,在人际关系中,有些人可能会刻意制造对比,以凸显自己的特长或优越感。 二,你与他有用,想要利用你。 在一家小公司里,有一位员工名叫杰克。 杰克是一个非常勤奋和有能力的员工,但他在公司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。 他的同事们往往忽视他,甚至有些人看不起他,因为他不是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,也没有显赫的背景。 然而,一天,公司面临了一个紧急的问题。 他们需要一位专业的项目经理来应对一个关键项目的挑战,而且时间非常紧迫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开始注意到了杰克。 他们意识到杰克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卓越的解决问题能力。 于是,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突然改变了态度,开始关心和重视杰克。 他们请求他协助解决这个紧急问题,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 杰克接受了这个任务,并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,成功地解决了问题,使项目顺利完成。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常见的情况,既有些人可能在平时被忽视或看不起,但当他们能够为他人提供帮助或价值时,态度会突然改变。 这种情况下,人们可能会主动寻求与他们合作或与他们亲近,因为他们看到了利益或价值。 三,那你当日子想随时消遣。 记得在看Hello!树先生时,只觉得悲凉,苏先生身边的人几乎都看不起他,但和他来往的人有很多,吃饭聚会愿意叫上他的人也不少。 树先生以为自己在村里说得上话,是受人尊敬的,这才能有这么好的人员。 但事实那些人只是把树先生当成消遣罢了。 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树先生不想去喝酒,借口自己有事时,被人强行拽着说了句你可拉倒吧,就你还办啥事。 饭桌上,树先生好心地说,你们那有什么帮忙的言语,一声旁边的人打去道,缺个看大门的狗。 明明这些人看不起树先生,为什么还要带他一起吃饭? 其实就是为了打去他两句,把他当成自己的消遣。 有了树先生的参与,饭桌的气氛欢快了不少。 没有一丝尊重是看不起一个人的表现,和这样的人接触时,自己时常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 总而言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要警惕这种看似矛盾的人际关系现象,并呼吁珍惜真正的友情和关系,因为真正的友情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真诚的基础上,而非基于虚伪或功利。 在处理这种复杂情况时,我们应该保持警惕,保护自己的利益,同时也要用心去识别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建立深厚关系的人。 喜欢这个视频吗?如果是的话,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,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,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。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,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,一起努力,一起成长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